大家好 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喜欢请点击订阅 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中国好声音21导师确定 周董加盟还有一位网友让他退出 提到国内现象级的选秀节目 便不得不说的中国好声音了 作为一个相当长寿的节目 从2012年第一季开始到现在的第八季 在时间的见证下 可以看到中国好声音的实力和欢迎程度 还是一直都挺强的 不过每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开播 人们关注参赛选手们唱歌和角逐时 节目的导师人员也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毕竟不同的导师之间往往能够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就像不老顽童与晨庆遇到了十分理智的李健时 二人间的对话可谓是相当的有趣 与晨庆的连连吃饼 加上李健标志性的假笑 一时间逗乐了无数的网友 而如今最近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导师敏丹并出炉了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些人吧 首先官宣的便是周杰伦了 作为好声音多记的导师 周杰伦可谓是好声音的资深老朋友了 作为国民级别的天王 周杰伦的加入无疑是给好声音打了一记强力针 其实在上一季的时候 虽然好声音的人气还是相当火热 但是明显可以感受到周杰伦的缺席还是有些影响的 在上一季的导师官宣后 不少粉丝纷纷在其下边留言 对没有周杰伦的好声音并不感冒 如今好声音第一时间便是官宣周董的加盟 言下之意便是呼吁粉丝们快快回家 搬好小凳子拿好瓜子 新一季的好声音绝对满足你的期待 第二个官宣的老师便是李荣浩了 作为作词作曲混音后期等等技能为一身的李荣浩 全才型的人设 在最初不了解他的观众还纷纷指责 说他并没有资格坐在这个导师的位置上 不过有着实力强大的李荣浩 很快就让很多网友纷纷闭嘴 在第六季中一把率领其战队的型海名拿下总冠军 虽然李明浩在整个节目中常表现得相当佛系了一点 在盲选时对成员的选择也是更相信感觉 每次早早便满篇 但是并不影响观众对此对李荣浩的期待 不知在新一季的好声音中 在李荣浩的眼里又会发现什么宝藏学员呢 第三个便是被人称为国内教父的陶哲了 陶哲近些年一直在很多国内的综艺节目中出现 很多不了解他的观众纷纷会发生疑问 质疑陶哲的实力是否具备当导师 虽然陶哲这几年有些成绩 不过他的音乐才华和成就还是毋庸置疑的 在过去陶哲对华与乐坛的贡献也是十分卓越 强大的音乐天赋 以及被称作Power of Life的唱功 即使称作音乐天才也是不过分的 因此此次有陶哲的加入 后来又有许多选手 要为陶哲的转身而放嗓一唱了 最后一个导师则是被人称作海豚鹰女王的张亮颖了 作为选手节目出身的她 此次来好声音担当导师 有种给人回娘家的感觉 相比她与名下战队的选手肯定可以相处得更加融洽 并且业务方面 张亮颖这几年来多次参加国家活动相关活动 其唱功实力不仅受到国内大众的认可 在国际上也是首屈一指十分卓越 虽然之前跨界新说唱当导师 结果有些不尽人意 不过此时张亮颖回归本行 重拾起唱歌女王的风范 不知道会与好声音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值得期待 不过不少人都说好声音的冠军 有港台导师绝缘正 作为资深导师的周杰伦 对于冠军虽然每次都是信心满满 但是失之交臂多次 已然有些免疫 仿佛还可以越战越勇 不做到地表最强 事不罢休 不过同样是来自台湾的陶哲 当不少网友听到他要加盟的消息后 纷纷劝他不要冲动 参考于晨庆的心情 现在退出应该还来得及 当然玩笑之余 对于此次好声音的导师正容 你是怎么看的呢 对于这次好声音的说明 好 好 好